10月25号然后我这边准备回家嘛 然后就从那边骑过来 然后骑过来的时候 当天晚上是因为下着雨 然后晚上也很黑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人行道这上面摆的这些花坛 然后当时的话就撞到这个上面来了 因为这个也没有任何反光标志 张先生租住在杭州滨江的六合天狱 小区的西北门前设置了六个圆柱形花坛 张先生说他平时很少走这个门 也没怎么留意过这些花坛 当天晚上他去了医院急诊 诊断是外伤皮肤裂伤发热 采访时他的伤口还包着纱布 行动有些不便 现在骨头是没事 然后就是外面的话是有些皮外伤 他们摆这个花坛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花坛的话 放的这个位置很不合理 首先一个他这个是个人行道 他摆放这些这个花坛的话 实际上相当于是个障碍物 而且这人行道上面有设置的这个盲道 那这这个花坛就放在盲道旁边 花坛的话没有设置任何的这个夜间的反光标志 或者说危险警示这个标志 首先一个要求他们把这个花坛的话要移开 要求这个这个物业这个赔礼道歉嘛 承担我这个医药费 我去医院是900多吧 还有我现在医生说我半个月不能上班 说至少要休息 起码一天两天肯定好不了 起码要十来天时间 对不对 还有我的物工费呢 在小区门口的西南侧有一个小型的停车场 物业经理表示 花坛的作用主要是把车辆分隔开 跟外界有个隔断分隔 你们也看到就是我们那边 有个外面的花坛吗 对 就是说我们就是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小区 六七年了有个 好像一直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他还是在盲道旁边 就可能还是不太安全 那一块 那一块主要是就是我们假如说把它拿掉呢 这个车子会进来 那反光塔这种呢 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那个 我今天会让工作人员去 就加去把这些加上去 此外对于事发时物业工作人员的做法 张先生也有意见 我当时摔的 腿摔的痛的动都动不了 我坐在地上坐了 起码足足五到十分钟 然后那个物业这个小哥过来了 他第一时间不是说关心你 人有没有事 人有没有事 受伤严不严重 现在什么情况 他跑过来之后 然后还还埋怨我 还嘲讽我 竟然说你把我 竟然说我把他们这个花坛撞一位了 我自己打的110 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一点 这个首先第一时间就是说 我们已经向他道歉 那这是工作人员的不对 他出现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作为我们是服务单位 那我们也是就是很关注他的那个的 包括就是那后也要工作人员 一起陪他去上医院了 可以让队长一起去上门去 那个就慰问了一下 那这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该做服务该做的 那他提出的这种 那就是可能我这边也是有点意义 那么请他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好了 那这种走下来就是 该是我们公司承担的 那我们公司肯定会承担 张先生表示会考虑法律途径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